伸出舌頭捲起玉米豬 但他只挑最嫩的玉米碎吃 吃完飯還能聽音樂 不只如此 整個公園都是他的家 天天有粉絲來與他合照 牛棚外擺了四支監視器 不分日夜隨時監控安全 連附近民眾都成了他的守護者 一天我來看幾次 我看幾次 這樣影響就走來這裡看 你是要來看看 牛棚頭捲一步 有 名為十三爺的牛 像他的名字一樣享受老爺般的生活 原本在附近耕田的他 去年底被賣掉 成功裡里長發現他將被宰殺 邀請農家子弟張先生去營救 我們以前都是在烏龍 是我們對牛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所以當下我就馬上就答應他 然後趕快就把這隻牛救回來 人家就是咬那隻牛咬 還要咬咬 所以當我拔到沒有那天台 老一天就讓我兩人 我就努力去救回來 牛角的巨痕是逃出鬼門關的印記 兩人花了十三萬刀下流牛 也因此將他取名為十三爺 他的同齡大眼充滿靈性 我整天帶來看到我都會老白色 成功裡就名為牛仇子 當地早期牛之多 如今里長與民眾一同守護十三爺 也希望牛仇子與牛之共生的精神 不被遺忘 帶新聞陳一正 王昭中台能報導 你這麼討厭的원 Ty L� 多 Maine那你 Bar sert肯 你不敢 一項 你敢